強調台海和平影響全球 總統蔡英文應紐約非營利組織邀請 在年度峰會上發表近6分鐘錄影演說 不僅感謝多國聲韻台灣 也指出台灣可為全球做出更多貢獻 蔡英文也說還怒批北京當局 透過網工軍演 造成區域安全 面臨嚴峻挑戰 更擔憂民主倒退 威權主義擴張 無獨有偶 駐美代表燒美琴 也與前美國國務院 亞太 駐親羅素討論台海安全 提倡國際協調 確保區域穩定 小美前來投書外媒 今日美國報 斗大標題寫著不要跟隨中國 提醒聯合國英明記是被人民而非威權政權所統治 批評中共長期透過曲解聯合國大會 1971年通過的第2758號決議 有效阻擋台灣參與聯合國 但決議一次都沒提到台灣 當然無權將台灣排除在國際舞台之外 相信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民主國家 站出來聲援台灣 支持台灣的國際參與訴求 聯合國大會總辯論期間 總統和駐美代表起發聲 反制中國對台施壓的種種惡行 再來新闻 全部報道